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曾是同盟会元老 身受孙中山器重 但面对国家存亡 民族大义 他们却成为遭人唾骂的头号汉奸夫妻 最终死者被人掘目焚尸 生者被判终身监禁 是什么扭曲了他们的心灵 又是什么蒙蔽了他们的双眼 一对曾让国人羡慕的革命伴侣 缘和走上歧途 回顾历史又给我们留下哪些反思 三峡大学胡振修将为您讲述 头号汉奸夫妻的不归录 法律讲堂文史版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讲我们讲到 在抗战胜利之后 1946年国民政府举行了公审大会 审判当时的头号女汉奸汪精卫的妻子陈碧君 并且在诉状中明确指出 陈碧君在汪精卫投敌叛国的过程中 冲荡了汪精卫的首席军师 但是面对法庭的审判 陈碧君拒不认罪 反而认为自己与丈夫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救国 要说起来啊 青年时期的他们的确很早就加入了同盟会 积累了娇人的政治资本 那么本来前途一片大好的夫妇俩 最后怎么会走上卖国的汉奸之路呢 一个曾经为拯救国家民族敢于献身的人 又怎么会在抗战期间卑躬屈膝地投靠了日本人 还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呢 是什么让他们有了如此巨大的转变 而在这其中陈碧君起了哪些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们还需要再次回到当时去看一看 王清卫由于暗杀计划败露 被关了一年半以后终于出狱了 但当时政局一片混乱 先是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 接着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 当上总统又开历史倒车 过了83天皇帝营 袁世凯死后 又是北洋军阀门粉末登场暗战民斗 令人眼花缭乱 在这种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中 陈碧君和汪精卫感觉有点 不知道风是在往哪个方向吹啊 于是陈碧君劝汪精卫先离开中国看看 等待时机再回国 1912年民国成立一时 夫妇俩一起赴法留学 他们一去就是五年 1917年 汪精卫在孙中山的邀请下回国 协助孙中山处理党政事务 在孙中山的栽培提拔之下 汪精卫在1924年成为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长 这已经属于第一层次的国民党高官了 而陈碧君呢 则在海内外凭着华侨的身份四处奔走 在亲朋好友的鼎立相助下 筹集到了三十多万元经费 当时的国民党正在筹办黄埔军校 差钱 而这笔钱正好解了黄埔军校开办费不足的燃眉至极 看来陈碧君虽然长相平平 但是他个人还是有着很大的能量的 在当时能筹措到革命经费算是很大的贡献 陈碧君的威望也随之大大提高 1924年10月 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孙中山指派汪精卫 陈碧君夫妇随行 然而到北京不久 孙中山就因为肝癌病重住院 王精卫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带孙中山办理外事 接待宾客 发表谈话 俨然孙中山的代言人 陈碧君呢 则陪同宋庆龄和湘宁 照料孙中山 后来孙中山病情急转直下 恐不久于人事 宋庆龄和湘宁等人 便建议由汪精卫代笔写下遗嘱 待孙中山病危时 再请孙中山签字 孙中山也同意了 这说明当时孙中山的身边人 和孙中山对汪精卫很是信任 这一年 汪精卫年仅42岁 他何德何能 成为孙中山遗嘱的代笔人 我以为汪精卫至少有三个优势 其一 汪精卫不是孙中山的直系亲属 不是法定遗产继承人 没有利害关系 遗嘱自然会谈及遗产处置办法 其二 汪精卫追随孙中山多年 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是同盟会和国民党的元老 威望极高 清除孙中山对国事的遗嘱 其三 汪精卫文采飞扬 书法俊逸 在国民党里首屈一指 如此一来 汪精卫就成为代笔孙中山遗嘱的最好人选 而事实证明 孙中山对汪精卫起草的遗嘱非常满意 连一个字都没改 但是 陈碧军对大伙要汪精卫代笔孙中山的遗嘱 是心怀不满的 为什么呢 代笔遗嘱是有风险的事情 容易落下骂名 当时孙中山远离国民党大本营广东 国民党其他主要领袖像廖中凯 胡汉民又不在孙中山的身边 缺少有重量级的见证人 此时 你汪精卫来代笔孙中山的遗嘱 容易被外界怀疑 他有替代孙中山做最高领导人 夺取政治果实的野心 有瓜田李夏之嫌呢 所以 当时大家让汪精卫代笔 陈碧军心里就老不高兴 三月十二日 孙中山病逝于北京 他去世前没有指定接班人 因而在他去世之后 国民党内部形成了群农无首的局面 陈碧军敦促老公汪精卫 设计好自己的政治形象 1925年7月 汪精卫凭着同盟会国民党元老的资历 刺杀摄政王的威名 孙中山遗嘱代笔人和信徒的身份 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 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那是即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 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但没想到的是 汪精卫自命清高 说自己才疏学浅 恐难担当 不想做最高元首 陈碧军一夜逢人便说 不想老公担负那么重的担子 那么这两人是真推辞 还是假清高呢 国民党元老周鲁在回忆录里 淋漓尽致的揭露了汪精卫的真面目 周鲁回忆说 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五朝书 因为事情重大 五朝书特别郑重 对于发出的选举票 收回的选举票 每次都高声报告 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 他站起来说 发出选举票十一张 收回选举票十一张 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 这样就揭穿了汪精卫 自己选举自己的伎俩 而汪也满面痛红 汪精卫推却领袖之职 又在选举中玩我选我的把戏 这不是自摆乌龙吗 汪氏夫妇之虚伪 由此可见一斑 但虚伪归虚伪 这老大的位置是坐定的 凭借着雄厚的政治资本 汪精卫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党最高领袖 陈碧军也实现了自己平步青云的美梦 那么在拥有了无比的权力与地位后 汪精卫与陈碧军夫妇二人的心态 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此时此刻汪精卫虽然大权独揽 但是在这个无数人寄予的位置上 根基并不牢靠的他真的能够坐得安稳吗 三峡大学胡俊修继续为您讲述 头号汉奸夫妻的不归路 第二题官场生涯高开低走 1925年7月2日 在十万广州军民参加了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大会上 汪精卫的讲话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 会场上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 汪精卫的演讲才华 让民众产生了眩晕的崇拜感 作为汪精卫妻子的陈碧君 自然也平步青云 成了令人仰慕的第一夫人 要知道陈碧君从小娇生惯养 生性强悍 火爆泼辣 控制欲强 这一旦得势 便开始自我膨胀 气焰嚣张 牛气哄哄 都不知道自个是谁了 1925年 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 送帖子给汪精卫 想和他结为靶兄弟 陈碧君是坚决反对 汪精卫只好不了了之 但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信中 依然常以兄弟相称 有一天 陈碧君看到汪精卫在信函中 称呼蒋介石为借弟 便教训道 你愿意做他的靶兄 我还不愿意做他的把扫呢 于是汪精卫这个气管言 只好疏远蒋介石 汪精卫婚后 处处让着骄横的陈碧君 一是感念早年 他冒死营救自己 二是个性使然 汪精卫一向温和 陈碧君一向跋扈 汪精卫办事迟疑 陈碧君爱拉主义 于是吕强拦弱 就成为他们夫妻关系的主导模式 飞扬拦弱的陈碧君 还能嚣张多久了 好景不长啊 陈碧君很快便郁闷得不行 因为他发现老公汪精卫 很快被人给排挤了 而且排挤汪精卫的人 不是别人 正是比他资历浅 比他小四岁 想和他拜把子结兄弟的蒋介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蒋介石这个政治爆发户 凭着黄埔军校校长身份 和奸化的流氓政治手腕 加上任北伐军总司令 积累起来的威望和军力 他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 便掌控了国民党军权 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国民党内呼声一片高涨 人气是大大盖过了汪精卫 身为国民党最高领袖 汪精卫本该牢牢坐稳 第一把交椅 但是现在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排挤 这是怎么回事 汪精卫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大哥 为什么斗不过自己的老弟蒋介石 作为后起之秀 蒋介石仅仅用了大半年时间 就义军突起凭借的究竟是怎样的实力和手段呢 蒋介石的发迹和人气 让汪精卫既莫名惊诧 又无可赖何 这是为什么呢 论政治手腕 汪精卫书生气太重 为人清高 不善拉帮结派 不会借力打力 那不是老蒋的对手 论军事实力 汪精卫擅长了是党政工作 这一根读过军事学堂 又做黄浦军校校长 培植了一批得意亲信门生的老蒋 更不能比 蒋介石靠着黄浦军校校长的身份 和他的那支黄浦军很快坐稳了江山 我们今天看电影电视 许多部下都喊蒋介石校长 而汪精卫呢 几乎从来没有抓牢过军权 也没有自己的子弟兵 论国内形势 当时国民党还面临统一中国的任务 需要强有力的武夫来领导 北伐战争打垮了直系军阀 吴佩夫 孙传芳 但是张学良 冯雨祥 延锡山 这些实力雄厚的军阀们 可并没把国民党放在眼里 此时的国民党要强力统一中国 可以说是雄官慢道 需要的是蒋介石这样的 多多武夫来领导 而不是汪精卫这样的文弱书生 来演讲 蒋介石做了军事委员会主席 掌握了军权 那么汪精卫往哪搁了 要知道汪精卫也有一帮人支持他 蒋汪之间的民争暗斗 就这样不可避免的上演了 经过几番往来离合 涉于蒋介石的强大军力 汪派不服软不行 只好同意妥协 与蒋介石联手 陈碧军也识实物 直到不能跟老蒋硬碰硬 由于军力对比悬殊 蒋汪争斗的结果是蒋介石赢了 1932年初 蒋汪联合组成政府 老蒋担任军事委员会主席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 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 后来又兼任外交部长 这样一来 汪精卫掌握了党政实权 蒋介石掌握了军事实权 虽然论官衔 汪精卫排位在蒋介石之前 但实际上是被架空了 屈居老二的位置 国民党官员们有事都找蒋介石汇报 汪精卫行政院长却是门庭冷落 陈碧军也是被抬得够高 跌得够惨 他由第一夫人降为有名无实的院长夫人和主席夫人 总觉得第一人一头 心里是极度不平衡 陈碧军从小就被父母浇惯坏了 以自我为中心 自以为是 养成了要风得风 要语得语的强势性格 而这种性格成年之后还在延续 所以他当上国民党第一夫人后 夫贵其荣 别人都得听他的 他是说一不二 而且身边人都还要来奉承他 讨好他 他自然是很受用 风光无限 得意 快活 他本来就是一个爱显摆的主 而一旦屈居人下 他往日的控制欲 虚荣心都得不到满足了 也没人来讨好他了 这心里落差多大呀 陈碧军觉得浑身不自在 不能让公众把他给忘了呀 他觉得自己以前也太低调了 低调的人们忘了他的存在 于是 陈碧军开始公开亮相 高调生活 甚至目中无人 陈碧军甚至在公开场合 不顾体面 经常给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宁难堪 从大权独揽的国民党领袖到门庭冷落的行政院院长 汪精卫的政治前途急转直下 而就在此时 一场枪击案更是让他性命堪忧 究竟是谁对汪精卫痛下杀手 政坛对手蒋介石和这次枪击有没有联系 事发前陈碧军和汪精卫已经对自身处境多有不满 这次意外的发生 又给他们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带来了 那些影响 三峡大学胡俊修继续为您讲述 头号汉奸夫妻的不归路 第二次 官场生涯高开低走 1935年11月2日 国民党中央日报以特大字体的标题报道说 王院长昨晨被狙击 中央极度震惊 汪精卫遭遇刺杀 被击中了三枪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国民党中央1935年11月1日 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 上午9点 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合影 按过案例 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全体中央委员合影 但蒋介石却说不来了 9点35分摄影完毕 就在此时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了 一个身着西装外招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贼 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枪枪命中 一枪射进左拳骨 一枪击中左臂 一枪从后背射进肋骨之间 汪精卫是应声倒下 汪的保镖这时似乎才回过神来 开枪还击 行刺者凶肺中枪倒地 陈碧军见蒋介石不出席摄影 还以为刺杀行动是老蒋指使的 于是他闯进了蒋介石办公室 气呼呼的指着蒋介石说 蒋先生你干的好事啊 你不要汪先生干 汪先生就不干 为什么派人下此毒手 手段何必这么吓走 老蒋对此事本来就一头雾水 见陈碧军咄咄逼人 顿觉雨塞 只好陪着笑脸 一口一个汪夫人 汪夫人 保证一定尽快破案 查个水落石出 那么刺汪行动的幕后指使 到底是不是蒋介石了 侦查结果出来了 刑刺者叫孙凤明 其幕后指使并非蒋介石 而是人称暗杀大王的王亚乔 1932年日寇发动128事变 进攻上海 王亚乔组织了铁血雏奸团 刺杀汉奸和日寇 日本人很恐惧他 称他为人间魔鬼 这一次刺亡行动 就是王亚乔导演的 他领导的铁血雏奸团 当时团结了一批青年爱国志士 他们痛恨日本侵略 更不满蒋介石 攘外避嫌安慰的政策 和不抵抗的卖国行径 对蒋恨之入骨 甚至想通过刺杀蒋介石 来逼迫国民党政府抗击日本 他们便组织了通讯社 陈光社 这样就能以新闻报道为名 方便接近蒋介石 结果行刺了一天 蒋介石觉得 这次开会来的人 随身都带着保镖了 没准里面有刺客了 生性诡诈多亿的老蒋 便临时决定不参加照相了 孙副明他们便只好退而求其次 这样一来 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就做了替死鬼 汪精卫住到中央医院后 经过19天的治疗 取出了颧骨和手臂的两颗子弹 而肋骨间的肋骨子弹 因为嵌在两根肋骨之间取不出来 而留在体内的这枚子弹 也成为汪精卫的致命伤 九年后要了他的命 刺亡案告破后 虽然说蒋介石脱了关系 但陈碧军赶到蒋介石其人心狠手毒 大权独揽 现在国难又如此深重 所以陈碧军劝汪精卫 趁机辞掉一切职务到国外去 以免寄人篱下 让老蒋一个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吧 汪精卫又去了欧洲 陈碧军因病留在国内 充当汪精卫的耳目 在此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 陈碧军和汪精卫从1925年到1937年 这十几年间的政治起伏 1925年 孙中山去世之后 汪精卫成为国民党最高领袖 1927年 汪精卫被政治爆发户蒋介石排挤 汪派和蒋派民争暗斗数年 在1932年达成妥协联合 汪精卫屈居老二 汪精卫在做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期间 与日本签订了几个卖国条约 尽管老蒋才是幕后排版的人 但汪精卫这黑锅却是背得叫一个岩石 这激起了爱国人士的愤怒 乃至于在1935年危及汪精卫的性命 这郑海浮沉大起大落的各种心酸 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陈碧军汪精卫长期在蒋介石的压制下 和宋美龄的光环下过日子 啥时候才是个头啊 一筹莫展的他们 酝酿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赌博 正是这场政治赌博 直接让陈碧军将来站上了法庭的汉奸审判席 那么这场政治赌博是什么了 他们又是如何做出艰难抉择的呢 我们下讲再讲 本期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再见 从手握大权的国民党主席到有名无实的行政院长 汪精卫的政治生涯高开低走 而为了让丈夫能够东山再起 陈碧军甚至忽住一致 推动汪精卫卖国求荣 汪精卫与陈碧军为何会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侵略者身上 头号汪精夫妻的归归 明天继续播出